中東局勢緊繃 伊朗卻大瘦肌肉 展示射程可達1000公里的塔拉耶赫巡弋飛彈 號稱全智慧能在任務中改變目標 新增武器庫還包括偵查直升機和無人機 美國五角大廈指控 一艘在印度洋的化學品運輸船 遭到伊朗自殺無人機攻擊 這也是美國首度把矛頭指向伊朗 近來鴻海多艘商船遭到襲擊 現在攻擊擴大到印度洋 已經遠離美軍的監控 鴻海危機讓海運價格衝上天 有船運公司比照疫情價 每40取櫃爆價1.8萬美元 和兩週前相比暴漲十倍 伊朗不認攻擊商船反批美國 要為加薩人道災難負責 還放話若繼續犯下罪行 將封鎖地中海 經濟學家憂心 鴻海是全球12%貿易運輸 關鍵航道 一旦遭到封鎖將衝擊全球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